第149集 他暗自庆幸 当初果断地抽身而去 不然的话 现在多拜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原初 那一座座断裂的大山 记录下了这三年来发生的可怕事情 那种摧枯拉朽的伪力 光想想就让人心生海逸 庞博是在这里失踪的 不知道他如今身在何方 一夜凡来到昔日的五指山前 可惜什么都没有寻到 那个完美的女子 还有那些妖族强者 早已踪迹渺然 随后 他来到了妖帝阴坟前 深潭如墨 黑的渗人 阴灿灿的气息 直冲高天 让烈日都变得阴冷了 仅仅寒潭所在的这条山岭 保存了下来 周围其他大山 全都崩碎了 此地一片暗红 完全是被修饰的鲜血 给染红的 如山的尸骨被清理走了 但干涸的鲜血 遗留在这里 黑色的血迹 证明着曾经的残酷 胖波 等我有了实力 一定会寻到你 将你救出来 叶凡离开这里 回到了灵虚洞天 前方 一道瀑布 从秀丽的仙山上 垂落而下 像是一条银色的皮裂 高挂在山壁上 几名年轻的男女 就站在瀑布不远处 其中一个女子 二十岁左右的样子 身穿鹅黄色的衣裙 扎着一条玉带 将小蛮腰衬托得非常纤细 玲珑的躯体 更加显得曲线动人 生得甚是俏丽 烂子生有一颗美人质 无形中 多了一股惑人的气质 当叶凡路过瀑布时 那名女子露出狐疑的神色 而后像是想起了什么 脸色微变 顿时冷笑 哼 原来是你 叶凡 自然认出了眼前的这个女子 正是灵虚洞天的仙苗 黎琳 与韩飞宇关系很好 三年前在原始废墟 曾针对他与庞博 替韩飞宇出头 瀑布前还有几人 一个二十岁左右的 年轻男子文言 转过身来 当看到叶凡的刹那 先是露出惊色 而后杀鸡毕露 森然道 竟然是你 当年侥幸走脱 居然还敢来我林须洞天 这名男子也不陌生 正是当日的李云 天赋异禀 不赐于仙苗 向来与黎琳 同进退 叶凡笑了笑 装作不认识 你们是谁 为什么足够趋路 双风卖傻 你以为可以谋混过去吗 黎琳敲脸冰冷 兴眼中寒光闪烁 三年了 我无时无刻 不想再遇到你 没想到 你居然真的敢回来 活有这么大的魅力吗 值得你这样想念 当然 肯定比你旁边那个家伙强 李云神色阴沉 冷冷地看着他 你这个不能修行的废物 四到临头还耍嘴皮子 除此之外 你还能做什么 我说两位 咱们有那么大的仇恨吗 叶凡很从容地笑问 先不说你与韩师弟间的恩怨 就凭你在原始废墟中 将玉角蛇引出 袭杀我等的事情 就无法结果 我曾经发过誓 如果再遇到你这个废物 一定要杀了你 李云想起往事 脸色像是冰块一般 寒气森森 李琳也在尖叫 当日种种往事 全都浮上心肩 让他有抓狂的感觉 在原始废墟时 若不是韩长老突然出现 斩杀了那条玉角蛇 他与李云必然会被老蛇吞噬 当时他曾发誓 要将叶凡错骨扬灰 现在意外见到 他那曼妙的躯体 波动到颤抖 森然说道 想不到还有相遇的这一天 你连修行都不能 当日 却屡屡顶撞我等 险些将我们害死 你这个废物 今日 我一定要杀了你 李云脸色 几乎猙獰 跟他没什么废话可说 我一定要亲手折磨死他 说吧 他便向前走来 旁边 另外几名年轻的弟子 全都是一幅看戏的样子 我对他有印象 当年曾与那个 仙苗磅礴礴在一起 后来 两个人同时消失了 不错 我也想起来了 他们曾经将 韩飞宇打得半死 将几个人 扔进了泥塘中 黎琳与李云 同时向前逼来 他们的脸上 带着残冷的笑意 两人对叶凡的认识 还停留在几年前 根本不可能知道 他已经是 神瞧境界的修士 我想看到他跪下来 求饶的情景 黎琳这样说道 他觉得 直接杀死叶凡 难以产生复仇的快意 唯有人格上的羞辱 他才觉得满足 你还不跪下 李云喝道 大步来到近前 俯视着叶凡 脸色阴寒 这个世上 还没有人值得我一跪 就凭你们两个吗 叶凡淡淡的扫鱼 他们击眼 黎琳是仙苗 李云天赋异禀 三年过去后 两人早已达到命权境界 很少有人敢冲撞他们 向来被周围的人 当作是天才恭维 此刻被他们眼中的废物 业余 那自然是脸色铁青 我让你跪 你不得不跪 李云直接 踹向叶凡的双膝 命权境界的修士 极其强大 如果这样 踏在一个凡人的膝盖上 定然会令其骨骼碎裂 可想而知 他出手的狠辣 就凭你这样的杂鱼 再来一百个也不够看 叶凡清零的退后了几步 飘逸无比 他达到了神桥境界 根本不在意这样的人 不想与他们一般见识 你这样的废物 也敢说我是杂鱼 李云声音冰寒 一直都被人视作天才 现在居然被一个凡人蔑视 他脸色难看无比 悬摆右腿 重重的踢向叶凡的嘴巴 达到现在的境界后 叶凡虽然不想与他们一般见识 但是并不代表 必须隐忍 砰李云声 抓住了李云的脚踝 轮动起来 重重的砸在地上 非常的干净利落 如行云流水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 李云如死狗一般的 趴在了地上 痛苦的声音 一时间竟难以爬起 李云感觉到不对劲 没有上前 就要祭出自己的武器 直接将叶凡斩杀 可是 一旦让叶凡动起来 怎么可能会给他出手的机会呢 他在原地留下了一道残影 瞬间出现在李云的眼前 一记掌刀切在了他的镜像上 当场令其昏迷了过去 而后一把将他揪起 噗通一声 将他扔进了瀑布的深潭中 咕咚咕咚的 半昏迷半清醒的李云 很快便大肚肿胀 也不知道喝下了多少的潭水 你这个废物 李云痛苦的身影 挣扎着坐了起来 脸上杀鸡一闪而过 苦海光滑闪现 然而 叶凡根本没有给他 祭出武器的机会 一脚向前踏去 硬是将那片光滑震散了 同时另一只脚迈出 将其踩倒在地 这一切看起来非常的简单 两个命权境界的修士 像是不懂修炼之法一般 被叶凡三两下就制住了 让旁边的几人都误以为是巧合而已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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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云抓狂 他也认为这是巧合 不可能知道叶凡反普归真 简单的几记手法 蕴含了无尽的奥妙 他肺都快气炸了 天才算什么呀 如果你真是天才 那么也是用来踩的 说到这里 叶凡那非常不厚道 将自己的鞋底在李云的脸上 印了一个章 为避免不清晰 他反反复复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印了一个辫 我 你 我要杀了你 李云满脸肿胀 眼睛都在喷火 砰的一声 叶凡一脚将他踢到了瀑布下 然后头也不回地远去 他对这两人根本没有什么兴趣 瀑布前的几人 瞠目结舌 看着叶凡潇洒地离去 再看到昏迷在水中的两人 全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叶凡来到吴清风老人的居所 在此地等了一段时间 老人才回归 老人家 我遗落在这里的东西 还在吗 吴清风老人皱了皱眉头 还在 可是 怎么了 叶凡有些不解 我替你去索要了 可是 吴清风长老有些尴尬 张了张嘴没有说出什么 难道有人想居为己有 不还给我吗 叶凡问道 关注 关注 感谢观看